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WELLSOW TIME 我是WELL 今天9月14號到禮拜三 那我們知道說 從昨天晚上美股徹底雪宮 大跌5% 6% 到今天台股大幅開低 然後還有一個走陽 那其實大家內心 一定都是七上八下的 然後那希望大家 就是投資交易上面 還沒有受到太大的一個衝擊 那既然這個標題 我們就講說這個 目前的通膨 這是非常的頑固 然後所以下禮拜四的這個升息 目前就是市場的預期 會將是一個 非常鷹派的一個升息 那我們就今天也來提一下說 在這個大空頭時期 這個震盪時期 我們有哪些策略 去做這個低買高賣 還是持續可以獲利 那一樣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說 我們最近 從前面一兩個禮拜 我們就翻空以後的一些持股 那當然少數 我們還有做多 像是愛迪亞跟廣基 他們都 在這個就是 熊市反彈結束以後的這個震盪期 他們都持續墊高上攻 那像愛迪亞其實在短短幾天 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的獲利已經來到4050% 這是盤中的一個截圖 那其實收盤的時候 其實愛迪亞又是來到一個幾乎漲停的狀況 那像其他一些做空 像是威風電子 創委 利基等等之類 目前都是持續走弱走空 那今天我們就是也是一樣來一個範例教學 我們來討論一下像是 這個威風電子 那為什麼我們選擇它去做空 那一樣因為個股比較多 那就針對任何一檔個股 或者是你們自己的個股 或任何有關於金融市場投資交易 任何的意見想法 或問題與好奇的話 都請不要忘記透過LINE 即時的來LINE我們 那我們都可以私訊進一步討論 怎麼加呢 就在影片的下方 或者這個資訊欄位 然後有下拉式選單 有這個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點選加入 然後也千萬不要忘記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幫我們按下讚 然後我也非常感謝你們 那大家看一下這是威風電子6756 我們今天把它拉遠一點看的話 從今年去年年底 它就是整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大空投的一個趨勢 一個大空投的一個下跌波段 那也還算是相對是一個滑順 因為在我們去選擇做空標的 因為我們通常不太會去做空 那在大空投的時候 我們逼不得已要去選擇一些 做空標的的時候 我會比較建議說大家去找一些 就是比較隨著這個空投趨勢 去明顯在中長期波段走弱的一些個股 那也是相對波段比較滑順 才不容易常常就是說上上下下 那就是你去做空的時候一下又被尬 那可能那個在輸出營營之間的 這個心理上面的這個障礙就會特別大 那都會覺得一路上面都會覺得 要去賺個10% 20%中間都要大起大落會非常的痛苦 那像微風電子是這個波段還算是相對滑順的情況下 那我們在這一個7月底8月7月8月中以後我們就決定進場 大家可以看到最右下方的那個區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框框裡面的他就是很明顯的是在做一個三角收斂 那我們知道說技術這個技術面來看技術線型來看三角收斂之後呢就很有可能會是一個向上或向下表態 那當然以微風電子剛剛這樣去陳述的就是過往今來到前面一個月來看呢 他當然就是比較有可能去做一個向下表態 所以我們8月底9月初的時候呢我們就開始空單進場 那果然他一個向下表態連續兩根就是非常大的這個黑K 其實我們都有穩穩的抓到 那剛才前面就看到說微風電子其實就短短的幾天一個禮拜之內的這個空單呢 我們就有獲利了超過10%算是非常的不錯 那當然我們不會只以這個線型跟K棒去看 就是微風電子如果說我們以其他的像是這個成交量啊 或者是一些籌碼來看的話KDRSI並沒有看到太明顯的一個就是說走空的一個格局 但是我們可以看右下角這個大戶籌碼 如果說我們是用200來看的話 其實他前面的七八月的時候呢 也是大戶是持續很明顯的持續去減碼的 這也更加強我們在八月底九月初去做空微風電子的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那後續的確就是有獲利 那當然其他剛才前面其他的一些個股說 我們怎麼樣去考量說要這個進場做空 那後續我們怎麼樣去停利停損 大家請稍微不要忘記就是LINE我隨時LINE我 任何的問題我們都可以進一步來討論 那我們再回到說今天的這個頭號消息 就是說昨天晚上這個美股中錯大跌了四五趴五六趴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美國CPI 上個月CPI通膨指數呢 就是來到一個八點三 那本來預期是會降到八點一 那卻是一個就是高於預期 就是通膨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如期的這個降溫的這個情況下呢 所以導致原本下個禮拜四這個升息決議 有可能本來是升息兩三碼 那現在變成有可能升息三碼 甚至到四碼 所以那當然市場就是一個崩跌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有提說今年底的這個循環 有可能會升息超過四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除了就是說我們看到說升息 這個通膨的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以實體經濟面來看 前面兩天的新聞也提到說 十月就開始公佈會陸續公佈這一季的一些企業財報 就是七八九月的這一季 那目前看到很多的一些這個企業 這個高層都頻繁提到說衰退啊 或預估活力會大幅下修的一個這個狀況 這也是要特別去注意的 那再來就是說前兩天 這個美國這個拜登政府呢 也簽署了新的行政力 就是會去延燒 把這個中美的這個科技戰呢 去繼續去延燒到 像是這個生技產業 那我們知道說 除了這個金融這個市場 這個生息啊 通膨等等 到這個實體經濟 到這個中美或者是俄屋之間的 這些全球的政治經濟的 這些動盪的這些局勢呢 是持續的一個 惡劣的一個情況下 那當然我們就還是會認為說 大空投很有可能就會去延續到明年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看到說 第一論這市場PC端 消費需求端是 電子消費需求端持續走弱 那低潤價格又持續下跌 然後我們看到航運價格也持續下跌 這些通通都是偏空的一些消息 那所以我們綜合了這些資訊呢 就再次的去聲明說 大空投很有可能會持續到明年 甚至是後年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不要過度的去 單方面的去 就是不顧一切的去做多這樣子 那當然呢 其實我們之前就提到說 在大空投在 某些反彈波段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去搶反彈 去做多 像這個過去的七八月 那當然下跌波段比較明顯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放空一些個股 那當然以目前的這個盤勢來看 我們認為說 到下禮拜四 升息之前 有可能這個禮拜三四五 下禮拜一 這兩三天三四天呢 都還有可能是一個微幅的反彈 後續再是一個 更 更強烈波段的一個下殺 那在這樣子比較大幅的震盪期間呢 我們最好是去短線的低買高賣 然後散色的停利停順 會是就是不要太過貪圖 或者太過慣性 去單方面的做多或做空 因為我們以目前的這個盤勢來看 像前面兩天比較 目前還是其實非常的一個 多空不明的一個狀況 那加上說今天 本來應該重挫大跌 但是應該是國安基金互盤 所以今天的K棒又是收了一根 就是非常長的一個下影線 然後前兩天外資還是回頭 阻力還是回頭 KD指標還是低檔反轉向上 那這到底是空 還是多其大家要特別去注意小心 那當然其實我們看到主要全值股 目前今天都還是來到一個 就是關鍵價位之下 那當然今天主要的這些 全值股都大跌 差不多一兩個percent 然後有八成的個股都在下跌 但是我們看到指數 今天是一個大幅的開低 三四百點以後 卻是就是一路的走揚 走揚一百多點 所以其實比較驚豔的 這個投資人會知道說 今天國安基金很有可能會互盤 那在盤 在一開盤的時候 看到這個盤是開始走揚的時候 就會去做多一些特定的個股 所以我們認為呢 它很有可能在接下來幾天 它就會有一個小幾天 連續幾天的一個反彈 再去測試上方的這個季線 跟24均線以後呢 然後再上下禮拜三四 就是這個三期決議的時候 才去進一步的這個下殺 所以我們就提到說 在費半如果說是2550到2600的時候 就可以去參考某些台股 是可以去做多的 那2750到2800就可以反轉 去做空一些特定的個股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以納斯達克指數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下方的這個支撐 往上的這個支撐軌道 其實是過去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這個連續反彈的時候 它所測試過的一個支撐 那昨天的這根大黑K呢 下跌5.16% 也還是沒有跌破它 所以我們認為說 接下來幾天 就有可能這個科技類股 納斯達克費半 就有可能持續的去 小波段的一個反彈 那以納斯達克來看呢 我們就是認為說 11625到11700是可以做多 在這個區間 那12225到12300這個區間 就可以反手去做空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今天呢 這艾地亞、怡特、廣基、陽明光、台零 尤其是艾地亞 像我們剛才前面提到 我們還持有幾天到一個多禮拜 就已經活力四五十 今天又是來到一個漲停 那這幾檔呢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 再去做一個參考 在接下來這幾天 如果說要想要去做一個 強反彈的話呢 這幾檔都是相對比較去 可以這個防震、抗跌、逆勢 上攻的一些個股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能分享介紹 就先到這邊 那還是一樣 請大家不要忘記 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這個資訊欄 我也會有這個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也可以直接做個點選加入 那任何的意見、想法、問題 或疑問都可以隨時私訊 我們進一步聊 那請千萬不要忘記 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幫我們按個讚 我會非常感謝你們 那下次見囉 拜拜